各位同学,欢迎你们来到嘉智中学 嘉智中学有一个新的面貌,我带你进来看看 大堂一进来,你就见到我们这里有一个木板 就是我们学校的五A文化 你见不见到这里的A有三个A有少少得 而这五个A文化,你不要想是给学生的 其实实际上是给校长 校长有没有欣赏肯定、接纳、尊重大家 有我做起,接着是副校长、主任、老师 然后才到学生 这家校的文化其实是有很多价值观去组成的 其实我们五A文化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希望我们欣赏肯定学生 你见到这里就有一条生命河 生命河就在上面流下来 流下来旁边就有一棵生命树 在启示录22章2节里面说 生命河旁边就有一棵生命树 生命树每月都结一样的果子 一年就结了12个果子 所以你见到这里有123456789101112 你会见到12眼灯 好了,接着同学又过来这里了 在诗篇128篇里面说到 犯荆威耶和话 遵行他的道 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128篇 第三节也说到 我们的孩子就好像这个 Olive Shoots 就是橄榄苗 那我就当所有的同学 就是我们的橄榄苗 而Suz里面另一个意思 就是一些照片 所以你见到 这一部分我们就会放了 同学一些很灿烂的笑容 你们一些开心的照片 其实我们生命树 引辱大家 就成为一棵很特别的树苗 是有生命的 叶子都能够医治万物 接着来这里 这里就特别了 这里有一段经文 就是诗篇20篇第7节 就是有人教车 有人靠马 但是我们就靠耶和话上帝的名 在我们的卡片上 都有这段经文 太细看不到 所以迟些大家可以问我 拿一张卡片 领胎是男士门 女士门是蝴蝶结的 我们学校 其次很鲜明 就是我们不依靠一些地上的东西 车 马 所以各位同学 你想拿好成绩 我们不是靠一些什么出猫 或者一些什么 我们是靠耶和话上帝的名 好了 接着你见到这一部分 你是不是见到好像一间屋一样 在马太福音都有说过 有两种房子 一种房子就是聪明人 聪明人是什么呢 听完道又走的人 就是聪明人 他就好像一间屋在盆石上面 你看到一道就是一个盆石 大雨冲大风冲 他都会吹不淋 但是另一种人 听完道之后 他就不走 就好像一些屋在沙土上面 你看到这两间屋呢 它下面 我们就好像在沙上那样 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大风大水的时候 这间房子就倒了 所以各位同学 我鼓励大家 听到一些真理 我们要走 或者我们知道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都要做 最后我想送多一节经文给大家 这节经文 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三箱三截 就是当我做校长的时候 神就给了这段经文我 你求过我 我就应运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你知不知道 做校长是什么事呢 又大又难 又不知道去做什么 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 神就仿佛告诉我 就是我做校长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 其实说到这的时候 我们好像今天 好像很多事情都有 但其实一切都是因典 我就回想回 在十几年前 家智就在这段时间 修身不足 我们要去宣传 那我就找我秘书 就找到当年 我们一份的宣传行物 我们就想着 就将这份宣传行物 就放在我们的门口 让我们记得 就是我们曾经 家智是一个挺低的情况 挺辛苦的情况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要车一些同事 就去周围屯门 天水围 去派单张 那时候 好像家智一个黑暗日子 但是呢 我回想回现在 我们现在就很开心了 我们就不用再去派单张 我们就是用多些时间 我们想一些特别的教学技巧 令到各位同学 是明白更多 书本上面的知识 更重要呢 我们想各位同学 成为生命树 做一个有生命的人 所以呢 今天 校长在开学里 和大家说的话呢 就是 你要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 我奉耶稣的命呢 祝福你呢 就成为一个 晓得以靠神 我们不是靠居 我们不是靠马 我们也都做一个呢 听完道之后呢 我们要走出来的人 我奉耶稣的命呢 祝福我们所有的同学 你今天回到来 家智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呢 遇到又大又难的事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当你祷告的时候 神必定应问你 我奉耶稣基督的命宣告 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都要发生在你们身上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命祈求 阿门 祝福各位同学